早安,欢迎你来到我跟上帝的咖啡时间 今天再喝一点的热水 今天呢,从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我提醒到我们上帝,我们耶稣可以来带医治 所以今天我想从为生病的人祈祷开始 因为今天我们被提醒,耶稣可以医治病人的 只想为COVID影响的人替他们祷告 祈求上帝为有所有被影响的家庭带来医治 因为你是我们的医治师 诗篇第三章呢,这是大卫的诗篇 当他的儿子亚沙龙发动改变 推翻他的父亲,并接管王国的诗 他创作的这首诗 像大卫的诗篇一样,有一个比对 在这里,他是一种哀,哀着 异昧的绝望,痛苦和挣扎 以及自信和赞美与和平 如果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正确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在恐惧和绝望中看到希望 大卫正在逃命,而他的儿子亚沙龙 一个被描示的年轻人寻找不属于他的东西 并且试图杀死自己父亲的生命 然而大卫能所做的就是为他的儿子的生命 无论如何都能得到拯救 且为我们树立对上帝的信任 然后在压力的混乱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依靠着上帝 大卫的视觉,他周围都在破碎 但是他相信耶和华 他的牧者,他的希望和他的救赎者 今天呢,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希望在于耶稣基督 而不是我们的环境或忧郁 我们被提醒我们的帮助来自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简单的信心和保证 上帝掌管一切 他会照顾你,他的孩子 我们今天来依靠 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 他是我们的安慰 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帮我按个赞 订阅这个频道,还有按那个小铃铛 明天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